就是唱起来说要抓他还要共用直升机 对对对 诈骗集团装监事器 花口查我要把直升机 哼 不用直升机 照样抓得到你 昭华仙调查站前天破获一个由十人组成的诈骗集团 出现于浩铭 名字于夫妻 朱佑两东托天措 冲农逆年后开市 假装大陆公安 皇称民众涉及刑案等老梗诈骗 受害人数超过三百人 获利五六百万人民币 形势非常隐秘 那我在这个机房的地方 装了有六支的监视器 那个监视器装得很隐秘 就是大概一般民众比较不会发觉 随便以为装了六支监视器 这样就能发现警方侦查 甚至降下 捡紧调要查 只能搭直升机 但音乐集团成员复杂 不仅民众举报 还是被破获 平常也把这个相关的人员都管制在里面 不准进出 那也不准使用手机都会联络 对外讲是说 那个他们要抓到他很困难 到新闻 腰板没有落魄酒 报导